大家好,今天是3月23日,星期三歡迎收看明報電報新聞 疫情雖然已經舒緩,但商店受到破壞的情況卻越來越普遍 玻璃修理公司的生意多到做不及 不少人投訴,還沒見過這麼嚴重的財物破壞情況 就在上星期,唐人街幾乎整個屋段都被人打爛玻璃和桃鴉 一間在1988年就開張的玻璃維修公司說 從未見過這麼多玻璃被破壞 每天都接到幾個客人的電話要求修理 其中75%的破壞發生在市中心一帶 商店的生意佔了七成,住宅只佔三成 而且往往不止一次遭受破壞 有一間耶路鎮的寵物店 在短短兩個星期之內就遭到四次破壞 公司沒有透露修理費用的實數 只是說頗為昂貴 通理琴行是大灣地區最大的銀牌鋼琴會總 該五十幾年來為大灣地區千家萬戶提供最優質的樂器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溫哥華唐人街的巨幅壁畫《八仙過海》 在週末遭人大面積塗鴉 創作者、社區人士都感到悲憤莫名 初步未知能否修復 唐人街四處都有塗鴉 但很少塗鴉會畫在壁畫之上 《八仙過海》是2019年由八卦藝術協會所創作 成員之一的曹石對此感到很傷心 他說先前壁畫都有個人塗鴉 但是從來沒有試過面積這麼大 而且畫在人物上更難修復 囚畫這幅壁畫創作的周慕慈 對塗鴉感到憤怒 我不是很憤怒,我很害羞 我們看到這類型的妨礙性是很新的 因為這顯示有很多時間 透過廠的廠廠的廠廠的廠廠 聽力有問題,快點來Lansd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一談吧 雖然BC省政府通過藥房免費派發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劑 但反應不熱烈 省府向藥房派出了400萬盒每盒5個測試劑 但據衛生廳長迪德安說 只有54.8萬的省民去了藥房領取 最多人去取的是70歲或以上的長者 但其他年齡層的反應就沒那麼熱烈 據溫哥華醫生Anna Wu來分析說 在12月,感染數字居高不下 而且很多人要舉行聚會 都想在聚會之前做測試 當時確實有很多人想拿測試劑 現在疫情已經舒緩 大家對測試盒的需求已經失去了迫切感 政府已經向幼稚園到中學派發了80萬個測試盒 而大專院校也收到40萬個 永明聽力隱形助聽器 新品上市限時大優惠 經典型號低至半價 政府認可專業聽力中心 提供全方位服務 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 擁有多年驗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永明聽力就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請自願預約聽力測試了 醫院僱員工會 Hospital Employees Julian的一項內部調查顯示 本省的醫護人員有34.4%打算辭職離開這個行業 HEU說疫情爆發已經有兩年 不少醫護人員的身心已經達到極限 不能承受更大的壓力 該調查通過電話訪問超過800名會員 該調查也顯示 有四分之三的醫護人員感到根皮力揭 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 醫護人員的精神健康得不到足夠的照顧 有64.1%的受訪者說過去兩年間的工作壓力越來越重 有24.9%投訴同事辭職後僱主很少甚至沒有請人頂替 溫哥華明天3月24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預測早上多雲 溫度最高有11度 晚上多雲 溫度最低只有6度 又到了報稅的月份 不過如果報稅的時候發現文件不齊的話 先不要擔心自己不見了 可能是因為政府遲了寄出 來報稅限期剩下一個多月的時間 由長者到現在還未收到聯邦政府寄出的報稅收據 令到他們很擔心萬一報不節稅 會影響到他們領取福利 卡加利士80歲的Dave 現在每天都看信箱 但是還未收到聯邦政府的報稅收據 他現在就很擔心 萬一拿不節文件令他報不節稅 最終會令到他拿不到各種福利 會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 而到時他只能夠硬著頭皮地向家人借錢 有會計及報稅公司說 他的很多客戶都有這個問題 而他所知長者最大的憂慮是 萬一錯過了報稅的最後期限 也都代表他們錯過了可以拿到的福利 他說政府透過報稅決定納稅人 是否合資格得到一些補助 而第一輪的補助將會7月的時效發放 如果遲了報稅 很可能會錯過了第一筆的款項 那麼多長者都未收到報稅收據 是因為加拿大服務部在2021年8月的時候 向340萬個在2022年到以前年滿75歲的長者 發出了一次剩500元的款項 但由於管理錯誤 約有6萬7千個收到款項的長者 他們的報稅文件在輸入資料的時候 錯誤緊張付款今晚500元輸入了兩次 在一份發出的聲明裏說 加拿大服務部已經立即採出行動 搞正錯誤 阻止將不正確的稅單寄出 而現在已經補幾番 安山專上學院及大學廳長鄧諾普 在今天宣布 大專院校的學費將會再凍結多一年 即是連續第三年凍結學費 鄧諾普指出 凍結多一年的學費 可以保障學生負擔得起大學和大專教育 減輕他們家庭的經濟壓力 不過國際或外省的留學生 就未能受惠於這個政策 一個在多倫多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 就大吐腐水 他覺得加拿大 是當國際留學生是搖錢樹 因為有名下光環 無論加多少價都會有人來讀 他說以多倫多大學為例 212學年的本科生大一學費 國際留學生 在給的是本地新的十倍價錢 本地學生每年要付6000元 而國際留學生每年就給超過6萬元 而另一個在西安大內大學 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就覺得 這一個政策可以為是一石二鳥 既可以收買到宣民的民心 又可以創造收益 他說因為國際留學生沒有投票權 無論學費加還是減都好 都影響不到政客的去留 而凍結本地學生的學費可以讓宣民在投票時想到現屆政府的好處 不過對於本地學生來說 今天宣布的也不是全部是好消息 除了宣布凍結學費之外 也宣布安殺學生援助計劃 取消對低收入學生的免費政策 取而代之的是 家庭連收入5萬元還以下的學生 將會獲得了學金和貸款的這個組合 之後是需要向政府還錢 另外還將OSAP的還款連收入門檻 從3萬5千元降至2萬5千元 即是意味著一帶學生畢業之後 連收入達到2萬5千元 他們就要開始還款 6個月的利息寬限期亦都被取消 立法會議員減慧敏 今天在立法會特首答問會上面 民道政府抗疫期間用緊急法的情況 林鄭月娥仔會上說 抗疫過程如果遇到現行的法規則外 都會用緊急法來幫忙 她形容是有法必用 並會由政務司長來行使相關的授權 又說可能她批了些我不知道 稍後會請政務司長 向議員交代行使授權的詳細資料 政務司長辦公室就在隨後公布 自緊急法在上個月14日生效至今 已經就三個項目行使了豁免權 又說批出豁免之後 已經透過不同途徑向公眾發布 緊急法的豁免權 去援建的應急醫院 和其他社區隔離和治療設施工程項目 而第二項的豁免則涉及到 比安勞院舍可以使用牌照批准意外的適合地方 分隔及照顧確診的長者和非確診長者 院舍只需要得到社會福利署的同意就可以 而第三項的豁免則涉及為援港的內地醫護人員 豁免相關註冊等法律規定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挫偉昨天提出 香港要選動態清零 還是被新冠病毒走去風土病 特首林鄭如我今日就說 研究畢竟是研究 學術評估畢竟只是學術評估 現實是複雜不多 她自出學術研究參考價值 但是政府不可以單靠模型理制定政策 認為現在抗疫亦非兩條路線之爭 也要考慮抗疫目標 包括保護市民生命 盡快被社會恢復常態 也包括盡快和內地和可去通關 她也強調政府的抗疫精神是不躺平 也不心存僥倖 沒有想著拼夢 林鄭月娥今天出席禮行記者會的時候 感謝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 專家做組長梁挽蓮 肯定香港暫滿全民強健的決定 不過她說沒有放棄到全民強健 會掌握好應該用到的時機 如果不是會投入大量資源而徒勞無功 如果到了疫情的尾段 全民強健有達至抗疫目標 當局是一定會做 林鄭月娥也強調 和內地面檢疫通關仍然是首要目標 另外她也解釋到 融斷機制和禁飛令的安排 或兩者並不排行協調 而是分層次管控外防輸入的風險 她認為航班融斷機制有著航空公司 更小心執行政府的要求 我第一次做這些真人秀中藝的 真是第一次做 第一次一來就15集 而且很快的 我們是監製聊完 過多一陣子就開球了 你當初為何要做還是沒試過 就是因為沒試過可以做 其實我今年都試過 很多嘗試 之前有了一個show 雖然是一個小型的show 但是自己苦練了一支舞 就上台跳了 這也是我之前做歌手 沒有緣路的一件事 那時候排了一支舞 上到去發台灣不敢跳 就站定定唱了 真的很害怕 腳都軟 這次有一個機會 在早幾個月前 有朋友有個show 你想來唱首干位 人們都很想聽你唱歌 挑戰一下自己 排一支舞 排了一支舞 上台跳 真的很緊張 但是又是自己一個挑戰 這次接這個show 也是一個挑戰 對我來說 今天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